大家好,中美爭霸第三節 其實出了一節就講印度了 我想網友都說我很誇張 說到印度有亡國的機會 這一節回來講一點關於印度 講北斗衛星 因為有網友邀請我說 不要緊,先講印度 首先第一件事 告訴你,印度這個國家 其實歷史上是經常被征服的 如果你查歷史來說 很多時候在阿富汗這些山口 就會攻進去 前面這些一大堆平原 一殺就打通了 印度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 他大約 唐朝時代之前 有一個叫 不知叫做監底王朝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監底王朝 比較統一多的地方 之後呢 去到大約唐朝 中後期呢 印度長期都會被 其他民族攻陷 就沒有什麼本土王朝 因為印度那個 總聖制度很容易死 所以呢 近代他可以成功立國 是多謝英國人的 但是呢 其實呢 他現在獨立了這 七十幾年 其實他整個國家 那個統一性 或者言語都打不成 究竟是否大家一起用印度畫 還是用什麼畫 不行的 我告訴你 主要情況是這樣 譬如說 舉例 你這個叫馬哈 馬哈拉 拉達 類似 這個呢 這個是 是 漫賣的地方 但是這裏以南的呢 全部呢 講的那些畫呢 和北面的那些語系是不同的 日曼買都還可以講的 講那些呢 就 阿里安人 即那些印地畫 那類 近一點的 但是一南面這堆呢 全部都講回地的畫 那麼印度呢 其實那些言語上面 有幾十萬種畫的 如果你看印度 維基條目 那大家是打不通的 其實中國和印度呢 表面相似 但是實質上很不同 中國呢 其實 基本上這過去了 建國七十年 它主導的是普通話 那其實如果有其他民族呢 譬如說在南方那些 廣東人都會學了普通話的了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這幾十年的培育之下 所以呢 其實那個 民族那個統一的那個 國家的統一的情懷呢 是很強的 漢族佔九十幾% 因為那些呢 南方那些 譬如說廣東人 湖南人 他們都學了普通話 那麼大家都認同中國 然後大家都說是漢人 那麼當然啦 你鬼佬當然想 南方那些人就不認了 那麼 你說吳語的上海話 就不是漢語 那麼 但是其實基本上呢 做不到 西方做不到 那麼所以呢 其實就 大部分都認造中國人的時候呢 他們的漢人那個盤呢 就擴張 控制到西藏 控制到雲南 那些少數民族 控制到新疆 這樣 基本上呢 漢人這一種的統制呢 即是漸據 即是在國家的凌駕性的漸據呢 也將西藏都消化了 西藏啊 新疆的燒雜塊 你說要再枝解中國很難 但是你說要枝解印度呢 不難的 我只是告訴你那個情況 即是我去告訴你那個情況 即是因為 其實就算大家說一些近一點的 阿里安語 譬如說 印地語 胡道爾語 這些都是 印地語就是普通的 天成文的印度話 你不知道我什麼都不要緊 那麼 他們很多時候用英文 但是英文都不是大家 完全溝通到的 在印度裡面 所以呢 其實印度13億人 是雞同鴨講 只有一個印度教 印度教呢 原來很多個神 表面是一個教 實際上呢 各有各拜的 有些人喜歡拜濕婆 有些人喜歡拜 皮濕佬 但是皮濕佬有幾十萬個快身 各有各拜 這樣 然後你這樣搞法呢 其實印度呢 只是一個 它是一個一劈 統一不了 表面上掛名統一的一個國家 現在是印度教的情況 所以其實很容易瓦解 首先呢 我說印度裡面 都提了幾件事情 最近印度動中國 在6月15號 原來發覺印度為什麼動中國呢 在上一節 我問了這個問題 就沒有回答到的 原來呢 在6月1號 美國就夾他 6月1號 武迪就開始去降印度的評級 印度的評級 在下降了之後呢 其實呢 很多資金金融的問題 還未讓印度有壓力 然後呢 6月18日 15日 它是 壞了 即是同中國 片就壞了 18日 慧玉再打他 武迪和慧玉兩家一起打他 又將他的評級 就降了 現在來說呢 可以說呢 印度呢 是受到美國的金融攻擊 他可能受到金融攻擊之後 他對著中國 逢打必輸 都要局打 其實呢 我覺得明裡暗裡呢 中國呢 是有收巴基斯坦 但是沒有收印度的 即是說中國呢 現在有能力抗拒西方的金融戰爭 他用人民幣 都是進去 他的那個 SDR SDR 有五隻貨幣 有 五隻貨幣 即是有 美金 英鎊 歐羅 日元 最後就有人民幣 所以呢 入到SDR那五隻貨幣呢 基本上都相對較強 但是英鎊和日元 本身有兩個國家 現在日本和英國的角力 始終偏弱 那就變成了 譬如說 強一點的 歐盟 和中國 但是中國呢 是有能力 可以說跟其他國家做互換貨幣呢 可以呢 幫到那些國家 度過了美元的 金融的攻擊 但是中國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心去幫助印度呢 我相信中國呢 沒有辦法去幫助 因為中國呢 下了住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不會喜歡你去幫人 這件事呢 是嚴重的 中國呢 金融保護 保護巴基斯坦 不保護印度 印度呢 現在被美國夾的時候呢 逼著去打大陸 打完就輸 這樣 你說這個國家的 未來何其淒慘呢 所以呢 我說它裡面不統一呢 幾邊都可以被人排兵佈陣去製造敵人 譬如說尼泊爾 是不是 如果他說這些山區 英國人打不贏 他們去向山區擴張 甚至說 打下去 這樣 未必不行的 因為那些格格兵 好打過一般的印度兵 那接著呢 其實 喂 巴基斯坦說有沙地和中國招 喂 它要向印度這些平原擴張 不難 是吧 就是說 西孟加拉也是回教國家 喂 我沙地都一樣可以投資給它 它向西孟加拉幫它擴張 不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說這麼多給你聽 無論如何都好 印度這個國家呢 是很... 肉酸的 那它呢 因為呢 因為它被美國去迫巴 它打不贏中國 要繼續做黑手 接著呢 我告訴你 6月20號 它就去殺巴基斯坦的平民 巴基斯坦反擊 就弄死印度的人 這些新聞很少 香港很少報 但是印巴 其實 印度呢 就打中國 真的很肉酸 死了20件 中國 其實應該死傷會少過去的 我很肯定 甚至應該沒有死亡 那麼 現在它呢 就弄死了一個13歲女童 接著大家就互相軍擊 軍到爛了 有印度人死 也有巴基斯坦人死 這樣 接著呢 現在呢 又是另一則新聞呢 就說 印度和巴基斯坦 互續半數的使館人員 兩個國家呢 又去開拖 如果 現在來講呢 我覺得 如果中國呢 跟印度開戰 要保護巴基斯坦呢 現在打仗也不錯的時間來 就是 我好戰一點說 7月 8月 好過你冬天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印度 是不是想抓死 那 等一下再講其他事情 去講印度 兜給你聽 首先 現在呢 我要回去講北斗 轉話題 不好意思 那北斗來說呢 其實 我相信大家都會發覺 嘩 北斗 好 在6月23日 即6月24日的新聞呢 就說 中國已經放最後一個北斗3的衛星上去天了 已經可以完整地做到一個全球的衛星導航 即是說呢 擺齊了那些衛星的啦 那我沒有查啦 那但是 有個網友傳過來 其實我也知道的 其實呢 如果你去查呢 就有一個叫銀河號事件 銀河號事件呢 發生在1993年的 在銀河號事件的時候呢 有一隻呢 中國貨輪呢 就走去中東的地方 在中東的地方 就說他 運一些 軍火 可能應該是 比 比伊朗類似的東西 其實當中裡面 是老屈的 他說運給伊朗的化學武器原料 那其實當中這隻船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這隻船在1993年的7月至9月呢 就被 美方呢 美軍呢 或者整個美國呢 就關閉了銀河號 接收GPS 衛星導航 的訊號 這隻船在海中心呢 就變成了 迷航 接著呢 就在海裡 混了兩個月 那些 那些 海員 那些 船員呢 就真是糟糕了 因為呢 你兩隻船 大的糧石 不是在海裡 混了兩個月的嘛 那我混了兩個月 那最後呢 就很肉酸 這樣 就接受美方去檢查 最後查到我真的沒有啊 這樣 但是這一次來講呢 都是一個中國一個 奇恥大獄來的 銀河號事件 那我不再詳細講 銀河號事件 內容啦 你自己去看維基條目啦 但是 中國 可以說在90年代至01年 都有四大恥辱的 93年銀河號事件 96年台海危機 又是啦 台灣 李登輝搞台獨 所謂的總統選舉 實際上 要搞台獨的了 那時候96年 中國呢 用他的導彈 各樣東西 民工武嚇 台灣 96年 但是呢 最後呢 都是 中國的軍隊被人關了 GPS 兩隻航母艦 最後都夾到中國 要收手 在郭作文的時代 這件事當然啦 96年 這一個的失敗 帶來就是 96年到現在 這24年的 台獨思潮 的洶湧啦 接著各樣的洗腦啊 文宣啊 搞到台灣人 就說自己天然獨啦 是吧 我覺得這個世界 是沒有天然獨的 香港 如果告訴你 《國安法》有死刑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全部都收皮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說 你說你很港獨 喊港獨 如果喊港獨 你那支港獨旗 扯 我判你坐十年 你搞到兩搞呢 你有黑金呢 我死刑 還有沒有人敢搞呢 老實實呢 除了193 1996 1999年 南斯拉夫大使館 25月幾 是美國呢 兜口兜面呢 它這麼精準的導彈 有衛星導航呢 沒有可能不知道 那個 是 中國大使館的了 強行炸爛它 弄死 大使館裡面也是有人殉跡的 好像是兩三個人死了 最後一次了 2001年 就是南海撞機事件 那架飛機呢 在美國 美國人的飛機撞到海南島 然後呢 中國呢 澳時就說 喂 那艘船啊 那艘飛機也是美國領頭 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 當中裡面呢 所有的行為十分之霸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人家 有一個衛星導航的嘛 中國沒有的嘛 中國沒有 人家馬上關了機器 你打什麼呢 是不是 這個呢 也是很嚴重的 那1993年 他搞了銀行號事件 關了那艘船 的GPS 撞了 很慘 那1994年 開始整 第一代的北斗衛星 整整一下呢 其實中國呢 發覺 喂 要搞下去呢 就跟歐洲合作 那那最初呢 和歐洲合作呢 就想 加利諾來講 一起搞 那樣 但是呢 有一段時間裏邊呢 歐洲呢 歡迎你中國一起搞 但是後來呢 歐洲的國家呢 後來被美國呢 再慢慢逐步逐步渗透的时候 你明白吗?美国开始用互联网的技术 很容易渗透到别人民间 很容易控制别人国家的政治风潮 捧起一些美国想捧起亲美的势力 去做了这些欧洲国家的领导 英国、美国、法国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都遇到这些问题 所以后来中国进入了加利略系统 想一起发展,扔了很多钱 但欧洲开始说不侵你玩 所以欧洲这些国家永远做不成事 你说怕美国欺负你 你想搞加利略系统,想有自主权 但是人家就是明恐吓你,甚至进入你那里颠覆你 你有什么能力去阻止美国去欺负你欧洲呢?没有 所以欧盟那堆国家 他连主权的完整都没有 为什么连主权的完整都没有? 他要用别人的卫星导航系统 他没有军事能力的嘛 最后呢,中国和欧洲加利略这个系统 就免得跟他搞了 OK 中国决定 自己发展北斗系统了 就是开始在2007年 2007年呢 中国呢 就 后来呢 就可以搞到一些反卫星技术 就是说在地面发射导弹呢 可以将一些气质的卫星打下来 这件事都震惊全世界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中国可以的导弹精准度可以在地面 劲到一个地步可以 拆位 就是打一些气质的卫星 打它下来 那就是说呢 现役卫星都能打下来的了 为什么当年欧洲 不敢跟中国合作呢 因为搞这些 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就说 喂 你再搞我打你下来的 用导弹 那你凭什么打我下来的 我喜欢 我世界霸权嘛 我有的东西你不准有 你没有实力的 吹吗 你放了些卫星下去 我可以打你下来 你行不行 那中国呢 2007年呢 告诉美国 你敢打我的卫星下来 我都打你的卫星下来 抵炒啦 碰炒啦 五仰 所以呢 中国呢 因为有这个呢 可以用导弹打卫星的技术 所以呢 可以由07年 真真正正 开始 不断去 完善 去发 即是发展去的北岛 北岛 北岛 渡航这个系统 发展了 如果我想真真正正正 我想07年 真的真正正正 也不会去欧洲加利略,也不会去欧洲加利略 卫星导航 虽然很多时候很重要的是民用 我们生活上的手机,可能迷路 要拿卫星导航去找路 不用GPS就用北斗 但实际上,可以说卫星导航是一个军事系统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 现在来说,整个北斗已经完整建立了 美国欺负什么国家 那些国家不满意的,就来中国 这个世界,由2020年6月23日 真正进入两极时代 以前苏联和美国是两极 苏联倒了,苏联在1991年10月25日 那两极时代就完了 经过29年 在2020年的6月23日 北斗的卫星系统完整了 代表着,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完全独立于美国 它的卫星系统里面已经可以照顾全球 美国佬全球的军事目标 我中国,我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要开拖的话,大家就照顾 你打我的卫星下来,我就打你的卫星下来 你全球在哪里报军事基地呢,我都可以看到 你开拖就大家移动 就是这样 以前美国用GPS夹人,你一定要用我嘛 你就臣服于我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 不臣服于你,我就臣服于我 我就跟中国咯,我也可以选择咯 真正进入两极时代 既然中国有这么强的时候 我最后讲的东西比较重要 再给你这一节 会不会这个国安法 我们听下去好像,咦,好像不太实料 对不对 用一些本地法官,特首指派 香港的法官都信得过的吗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国安法里面 好像雷声大雨怎么少的呢 他的军事实力和美国已经顶到行 他说,你不认为中国人啊 经济实力 喂,我是欧洲 都不会跟你中国反面啦 你说制裁中国 我听黄思峰的录音蛋真的很好笑 你说叫美国替代中国 现在美... 现在美国怕中国制裁美国啊 大哥,我中国制裁你美国 你立刻没有口罩用啦,没有稀土用啦 你不给芯片我 我不给稀土你啊 真的 真的 我说回事实而已 为什么 中国在国安法里面 咦,看样子好像 在视若緊啊 我说真一句啊 我第一节说,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有利 喂 那我中国,如果我要打台湾 或者做些什么大动作 我在11月3日选举后 会不会对特朗普的选情影响比较小一点 如果在11月3日之前 我整个台湾打了 特朗普就没有能力去保护台湾 喂,其实真的可能影响到特朗普选情 我想特朗普赢嘛 不管啦 不管啦 中国未必说太有能力 涉入去美国控制舆论 因为始终Facebook、YouTube是别人的 喂,我打不打台湾的时间 我可以控制嘛 是吧 喂,如果打印度 未必那么影响美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打印度OK 因为 喂,你七八月打印度OK 台湾 影响着美国霸权 影响着特朗普连任 我也觉得应该11月3日之后 才好做 香港的东西 其实差时间而已 喂,如果我连北斗卫星艺航系统 都可以威胁到美国 我为什么要射你香港这些垃圾 不过 我事之以弱 事之以弱多几个月 我11月才来 你这些垃圾 又如何啊 如果我喜欢的 2021年3月 我改金本法 废了 以后没有特首选举都可以 我不用怕你美国、欧洲 骂我 英国、美国、欧洲骂我 浪费 先说这么多